豫王说了一句 浙江这回不乱也得乱了 李飞抱着孩子又插话了 淳安和建德之仙呢 张居正说道 这两个却倒是没意 他们的意思还不是让郑比昌和高汉文去挑人就是 李飞说 这两个县可不可以派两个好官去 豫王说道 巡抚和管淳安建德的知府都是他们的人 争两个知县有用吗 谭伦接话说道 有用 王爷 王妃的话有道理 怎么说 直接管北姓的还是知县 关口是这两个人只是好官恐怕还不够 淳安全县北燕 建德半县北燕 从上到下 那么多双眼睛全盯着建买这些被烟的田 要救百姓就要抗上 尤其是淳安这个知县 这个时候去就得有一条准备 把命舍在那里 张居正说 当今之事 这样的人难找啊 大家又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谈论冒出了一句 人选 我这倒有一个 豫王赶紧问 在哪儿 现在把他叫来 哪儿有这么现成的人就能叫来 那你又说 人虽见不着 我这里倒有他的一篇论意志豪强反对兼并的文章 王爷 王妃 还有张大人 你们想不想知道他怎么说 在哪里 谁带着文章到处走啊 因为写得好 我通篇都记下了 想听 我现在就背给你们 谭伦见豫王点了点头 略略写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丽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他去淳安,他应该会慷慨复制 但有一个字,他越不过去 哪个字? 孝 这个字确实有分量 欲望张居正和李飞又都愣在那儿 李飞看着谭论说 可不可以说仔细些? 谭论说道 这个海瑞是海南穷州人 四岁就没了父亲 家贫 全靠母亲纺织用工把他带大的 中秀才中举人 凯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就是苛场不顺 中不了进士 那份志士也就慢慢地淡了 现在把那颗心都用在校养母亲上 说来你们不信 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他一个月到有二十几个夜间 是伺候着老母睡在一室 他没有娶妻吗? 王妃问的正是要紧的地方 他海门三代单传 怎么能不娶妻呀? 可到现在还只生了一个女儿 因此 要是叫他此时任纯安直线 很有可能就是壮世一句 风消水寒 无论是凤阳老母 还是为海门天思绪候 笑着一道 他就都进不了了 李飞 玉王和张居正都沉默了 张居正吭腔地说道 写封信 连同吏部的调令一起送去 叫他一笑作钟 玉王和李飞 又都深深地看着谭伦 谭伦想了一会儿说道 信可以写 能不能说动他 我可没底 一起写 我来给你研磨 张居正说着 就走到书案旁 磨起磨来 一时间大家都安静了 谭伦开始在构思 这封信的语句 张居正沿着磨 显然也在打着副稿 不一会儿 他把磨磨地 浓浓地 就退到一边坐下 谭伦走了过来 提起笔 一字一句地写着 一盏茶的功夫 信便写好了 他把信双手递给玉王 玉王和李飞 一起看完之后 相对点了点头 又交给了张居正 张居正飞快地读完 对谭伦说 前半篇写得还行 最后的这段话 写得没力 要改改 这几句我来说 你重新写 玉王和李飞 都看向了张居正 张居正开始夺起步来 语调铿锵地数道 功素有成清天下之志 拯救万民之心 燃功四十上卫士 暴毙相鱼 天下国无时何事者乎 其苍天有意 十大气成于金日乎 金春安数十万生民 于水火中望功如大汉 之望云泥 如孤儿之望父母 柴虎遍地 功之宝剑 尚沉睡于窍中 亦火宁断于猛兽之锦鱼 功国殉国于这 则功之母 视为天下人之母 功之女 视为天下人之女 书云海门无后 功之香火 海门之性子 必将绵延于庙堂 而千秋万代不息 好 欲望第一个大声 赞了起来 李飞两眼笑着 目光中却隐隐地显露出 一个女人 对男人才华的仰慕 谭伦却已经写得满头大汗 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字 割下笔站起身来 张太岳就是张太岳 你这一段话 和海瑞那道书 堪称双星并要 由这封信 我料海功必出 唉 就怕这把宝剑 真断在淳安 我谭伦 便也真要多一个母亲了 李飞说道 要真那样 就将她的母亲 接到京里来 我们供养 请不吝点赞 这个阳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点赞 打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赞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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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瑞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灯火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着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瑞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朝延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为什么还卖田 卖得这么负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逼的 怎么逼的 怎么逼的 海母坐了起来 海瑞连忙扶着母亲在床头靠好 才接着说道 官府 还有那里的好墙 那里的好墙 怎么逼的 海瑞远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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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